这是一件商代的高冠玉凤鸟 这件东西呢 就是感觉这个光气不是很足 因为这件东西呢 现在呢仍然还在出现一层浅浅的灰皮 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夹工工海 我们放大了看一下 我们仔细看一下表面的夹工工痕 也是那种研磨砂留下的现象 十分明显 它完全符合那个时候正反转的拖机 夹研磨砂留下的一个痕迹特点 这件遇上最大的看点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这满身上出现的这些小的鸡爪沁 我以前讲过鸡爪沁 不是娘胎里边带的 而是后天产生的一个现象 那么我们一会儿用高背放大镜来仔细观察一下 这些所有的黑点 是不是在这个鱼的表面都能找到一个根 就是说它是不是从鱼的表面自然的沁入的 如果是这个料上 它带有这种自然的这种鸡爪沁 后天我们雕任何的这些公痕的时候 它会把这些鸡爪沁会破掉 把它们之间的一个先后关系打破 就是说利用高背放大镜 看这个鸡爪沁的这种变化特点 是不是符合自然入土的一个特征 然后再结合着公痕和它之间的一个关系 最终来做出一个综合判断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这个鱼器表面的这种鸡爪沁 你看它不光在表面 在阴线里边 还有在阴线的斜坡上 整个都交代的比较清晰 就是这个沁呢 第一过渡的是没有被阻断 第二呢 在表面都能找到清门 也就是这个表面出现的一些裂口 还有一个浓淡深浅的一个自然的过渡 综合上面的判断呢 通过它的气形和纹饰 可以断定它是一件商代的预期 今天一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